今天就不少艺人搭上了顺风机 在大陆开火锅店的刘尔金 今天早上七点半出门 搭九点的飞机 他说中午就可以回到台北 来吃午餐了 大三通启动 对经常往来两地的艺人 真的太省事了 强大地板起航机 到大陆的杨怀明笑着说 时间差好多 台北到上海 等于是以前到香港的那个时间 其实就差很多 我觉得比较方便 当然比较方便 一人就像空中飞人 两岸飞来飞去 同一个时间 在大陆开火锅店的刘尔金 正好要回台北 前两天决定要回来 然后就定了 他说今天开始 我说真的太好了 我觉得很快很方便 下来就可以直接回家了 中午就可以到家了 回家吃午饭 早上从上海出门 中午回台北的家吃午饭 时间缩短了 台商回台湾也就更勤了 以前很多事情你不会回来 那现在就觉得说 只是半天一天两天 你就可以当天 就今天到明天就可以走 所以就会 很多事情就可以回来 你们比方说 你就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次是要回来 参加亲戚的那个饭店开幕 那如果以前这种事情 可能就没办法参加 以前怕周车劳动花时间 现在天天搬机直航 台湾到大陆 大陆到台湾 办事探亲一天就可以完成 中文姓黄丑华 范馨宇朱建伟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范馨宇朗建订阅 请不吝点赞 范馨宇朗建订阅